来玩一个孔雀服的特色契约 这个契约名字叫小偷模拟器 契约简介的话 我直接用解释文件改了改 原来是直接写了 The contract has been issued 反正主要目标就是偷个核心 然后从指定的出口撤离即可 然后我也看了这个排行榜 第一名的话才用了两分多钟 我也不知道它是怎么打出来的 至少我是 怎么说吧 玩了好多条路线 都玩不到这个速度 甚至还能玩出更慢的 这边的话 我们先绕过监控下去做个安检 因为我们带的是这个定制5毫米的枪 所以说这个是可以过安检的 在后面蹲个墙角 然后把监控打掉 这边站起来的话 会被前面那个说话女的看到的 趁前面那个安保人回头之后 我们就把这个扇门撬开 接着我们去IT的那个办公室 去敲迫一下IT 这边我们记得把清洁公钥匙和卡尔玛镇镜拿一下 如果您想要做事 这个大胡子IT的身上 它是有安保钥匙卡的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不用浪费我们的破解器了 接着我们回到金库这边 我们这边蹲过去的话是不会被发现的 因为他们其实是被桌子挡着 在桌子的这个背后 我们把前面那个监控放掉 然后我这边过去的时候是被看到了 所以说那个坐着的人 他会过来巡逻一下 我这边于是打算先去运钞车后面拿一下撬棍 等那个人回去之后 我们去拿一下绿坊瓶 然后直接下毒 把里面所有人都镇静一下 空调的话其实开一下就行了 然后他们引导速度反正都是不一样的 接着我们进去把监控消掉 然后剪一下他们的钥匙卡 以及保险柜的总钥匙 旁边的保险柜藏了一张地下室钥匙卡 我们可以拿那张卡进金库 保险起见的话 我这边拿了三个蛋以及七个金条 金条是可以当金币用的 蛋的话和一拉罐一样 不过很可惜这边我们拿金条 是不会触发彩蛋的 不过之后我们也用不到枪了 接着我们取出核心 想个办法把它送到楼上 上楼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左边一个是右边 左边的话下面比较方便 然后中间会穿过一个有人群的地方 这边需要一边丢 然后一边捡 因为它有一个要求 就是核心不能离手七秒钟 然后如果把核心放到箱子里面的话 也是七秒钟任务就失败了 不过我玩下来的话 还是感觉右边上楼稍微简单一点点 这边我们二楼清洁工的话 直接把它敲晕 但是拖尸体的时候 记得要拖一下 然后剪下核心 再拖一下 再剪下核心 不要让时间超过七秒 我不太累了 日本人的连丢 关于 Robert 限军 关于 反正 但是 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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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前面被开除的员工的话 这边我们可以直接绕过去 楼上如果保安队长 从这边走过的话 我们可以进箱子躲一会儿 然后这边没有走过 所以说我们直接从安保室绕过去 不过这边还是要卡一下视角 因为这个站着的人和这个坐着的人 同一个视角的话 我还是很容易被发现的 我们可以进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接着我们上楼进一下总裁办公室 这边记得关一下网络 我们直接把主线目标逼到他这个小密室里面 现在什么呢?为什么这不合适? 真是死的! 趁所有人视线不看我们这边的时候 我们给后面的保镖一发卡尔玛镇进 然后我们再把总裁保镖给镇进掉 那这边现在就很安全了 我们直接去砸晕总裁就行了 接着我们拿好撤离卡 原路返回撤离就行了 整个契约的话 还是有那种小偷模拟器需要观察 然后也不能换伪装这种 就是需要偷偷摸摸过去的这种感觉吧 但是小偷模拟器是不能制服人的 然后搬这个核心的话 也有点就是搬画搬电视机的这种样子 过理论上来说 不应该从正门撤离吗 整个契约还是蛮有意思 感谢各位观看 感谢观看